CTA是检查动脉的一种方法 主要是用来打噪引剂 比如静脉里面打进去噪引剂 通过心脏把噪引剂绷得全身的动脉 然后再用CT进行扫描 后续进行血管的三维重建 以及影像学的分析 得判断动脉的形状走形 以及动脉的粗细 以及它动脉里面有没有狭窄 或者有没有斑块 目前最常用的CTA主要用于怪脉的CT 比如说排除怪心病的时候 我们用怪心病有两种方法 目前最常用的有两种方法 一个就是CTA的检查 一个就是噪引的检查 CTA的检查相对于说它是无创的 它只需要打一支静脉里面打针一样 静脉里面打一支噪引剂 但是它可能也有个不好处 就是说有个别的人 它可能会对噪引剂过敏 出现一个全身的熊麻疹 以及有特别严重的时候 也可能出现过敏性的羞克 所以CTA做检查的时候 如果通常有的病人 它可能平常对海鲜过敏 那么做CTA的时候 可能要小心一些 另外就是还有一种就是噪引 噪引它是一个有创性的一种检查 可能需要在一般选去 病人的骨动脉或者脑动脉 进行穿刺 所以病人可能一般情况下 不太容易接受噪引的检查 因为它是有创性的 所以有时候比如说 你出现了一个胸闷 心慌气短 这些怪心病的相关的症状 那么一般到医院去 大夫可能会建议让你做CTA的检查 相对来说比较平稳 病人容易接受一些